南方澳跨港大橋硬身斷裂 画面触目惊心 目前还有数名外籍迂攻还未寻获 国军在第一时间投入抢救陆海空全面出击 断桥造成梗区航道受阻 一大早第三作战区的工兵群就到场 好几台军用卡车载运四台枕架切割漆 现场还出动两台M3扶门桥机动车 架设平台协助军方人员 将橘色的兰油锁从岸边放入海中后 再以大拖停拉长兰油锁 预防遭押毁的渔船机油外泄 导致火灾及污染 海军第一时间出动两艘港区拖泉 前往时事地点将受困的新台省266号拉出桥底 稍早海军水下作业大队的挖员也从军港出发 携带潜水装备下水探勘 初播发现桥体弓形朝南面倾斜15度 担心切割断桥会造成桥面倒塌 但目前也已经找到下水点 准备启动机具进行切割 预计清出一条长10米水深4米的水道 让港内受困的渔船能够开出去 预计开辟水面是10公尺宽 水深是5公尺 那个10乘5的一个航道 我们希望尽快能够开辟 我们也希望能够一天再能够完成 而空情总队的直升机 10点以抵达南方澳渔港上空 不断大范围盘旋空拍 就是希望能在制高点发现搜索的新线索 由于目前水面上还可以看到 断桥的浮游污岁木 军方持续排除以立后续救援作业进行 南方澳国军海陆空持续加紧进度 就是抢在黄金救援时间将失踪于公救出 记者综合报道